汽車直直切入 想要路邊停車 確實停在紅線上 信義商圈周圍路段 全部都禁止停車 但很多駕駛 根本不管那麼多 違規停車狀況層出不求 停車為大家幹嘛要 大家幹嘛要亂停車 是停車為不夠吧 違停 對 就是然後大家會 會貪圖方便 就是都一直覺得 就是一下子 停一下子 然後就走這樣 一個月打來電話 233次說 那個地方有違規停車 中華民國法律沒有尊嚴 你們再試試看好了 去年1月 台北市長柯文哲 就曾針對違停大發雷霆 要求改善 監管交通局 去年劃設了93公里的紅線 信義區松仁路上 因為有多間夜店 晚間常常有違停狀況 同樣在信義區 松秀路則是因為 靠近百貨公司 違停取締次數 一個月也是超過上百件 柯P光拍桌子 光發脾氣 是沒有辦法解決問題的 照理講應該是 所有的交通相關單位 應該做一個整體的 針對標誌標線 看怎麼樣來 在不違反交通安全的 一個條件之下 來做一些適合合理的 比較人性化的一個調整 因為整個信義區 它的停車位 大概有5000多個 所以它沒有不足的問題 原則上我們還是持續來 可以加強取締這樣子 周通局強調 未來將加強停車場導引 如果周邊停車場不足 而且有停車需求 將考慮將紅線 改化成黃線 供民眾臨庭 只不過這樣的對策 是否能改善違體問題 恐怕又是考驗 解消暈塵 完全滑腿 報導